在美國投資 對我們集團來講 我認為是一個 完完全全正確 鴻海集團在威州投資案 歷經波折 終於有新進展 CNN斗大標題報導 鴻海在威州工廠 2019年就要開始動工 還預計2020年底 就能生產面板 接到美國總統川普先生的電話 持續投資 LCD在威斯康辛州的研發與製造 據傳就是這通 與美國總統川普的關鍵對話 讓郭董峰迴路轉 蓄投威州 未來包括教育 醫療保健 智慧城市等都能應用 悲胎名證 斑交國小 熟練唱起笑歌 郭董要拼經濟 不是隨口說說 17日才到高雄 簽署合作備忘錄 高效率 馬上就要找7000坪土地蓋場 未來更不排除擴建 AI 大數據 健康 大數據 製造工業物量大數據的主要 處理數據的中心 那我們必須要 我們自己的大數據 投資動作頻頻 這連旗下富士康18日也召開記者會 宣布與珠海政府簽署合作協定 支援IC晶圓廠的建設與設備採購 被指示間接證實 先前中國大陸媒體披露 下譜砸617億人民幣 在珠海蓋半導體工廠 接連傳出好消息 而鴻海19日股價以平盤72元開出 盤中最高來到72.6元 最終收漲72.3元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早上